哈喽大家好,我是Jasmine,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呢我们就不聊推理小说了 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本非常有趣的科幻小说叫《平面国》 这是一本解释维度概念并且非常脑洞大开的作品 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三维立体的世界里 可是你有想过如果在二维的《平面国》中会度过怎样的一生吗? 今天呢就和我一起降维到《平面国》来一探究竟吧 在《平面国》里,房屋大多是五边形或多边形的 只有政府或军事建筑才可以用尖锐的三角形和正方形 居民们呢通过雨水和引力来判断方向 同时居民们的等级制度也是非常严格的 女性是最简单的直线 士兵和最底层的体力劳动者是等腰三角形 专业人士和绅士是正方形或五边形 贵族阶级中最低等级是六边形 边数越多呢,等级就越高 僧侣阶级是最高级的原型 另外还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则 就是所有的孩子都要比父亲多至少一条边 这样呢每一代人的阶级地位都会比上一代人高一点 但是这个规则不适用于商人士兵和体力劳动者 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想象得到 在一个二维的世界中看到会是怎样的景象呢? 如果很难想象的话 可以在桌面上放一枚硬币 之后把视线慢慢的降低到于桌面水平的位置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的是一条线段对吧 所以呢其实在平面锅中 无论是什么样的形状看起来都像是一条线段 除了直线 因为直线呢从另外一个方向看其实是一个点 那么大家一定会有一个疑问 如果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话 那这里的居民是怎么区分不同的形状的呢? 一共有三种方法 第一个是听觉 可以区分等腰三角形 正方形和五边形这三个地位最低的阶级 第二个是触觉 女性和下层阶级会通过触摸来辨别陌生人 第三个是视觉 一般上层阶级从小就会接受视觉辨别的课程 所以他们可以通过看线段的明暗变化来判断对方的形状 以上我们提到都是规则的形状 但是在平面锅中当然也是存在着一些不规则的形状 这些人被所有人讨厌 一出生就被整个社会怀疑和轻视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警察所监视着 一旦到了成年就要接受身体检查 假如边城的误差超过了法定的标准 就会被立即处死 在视觉上 平面锅是一个灰白色的无色世界 但是其实他们曾经也把颜色带入过这个世界中 有个名叫克洛马蒂斯的五边形发现了染色的方法 多边形可以把每一条边染成不同的颜色 这样一眼就可以看出彼此的边数 女性和僧侣阶级需要染成一半绿色一半红色 但是这样就很难分辨这两种阶级差异极大的人 而且生活在这种家庭中的孩子 就很难分清父母的身份 平面国中的女性都非常支持这一项通用颜色法案 因为这样可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但是相反的僧侣阶级的权利就会被大大的削弱 在这段为期三年的混乱时期中 有至少23位僧侣阶级死于家庭矛盾 虽然这项法案大大提升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但同时也为她们的婚姻带来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因为任何形状都可以通过染色的方法来欺骗女性 从此家庭生活中就充满了欺诈蛮骗和伪善 所以最终这项法案在暴乱中销声匿迹了 这本书除了描述了平面国之外 还为大家介绍了献国和空间国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正方形 他在梦中来到了献国 在这里男人是一小条线段 女人则是点 献国人靠声音来区分彼此 也靠声音来产下后代 因为整个世界是一维的 只有前后没有左右 所以他们只能看到身边人产生的点 而且并不能从他们身边走过去 正方形试图向献国的国王来普及平面国的概念 但却惹怒了国王 隔天从空间国来到平面国传教的球体 遇到了一个正方形 这是千年一遇的机会 球体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都不能向正方形解释上下空间的概念 所以他只能带正方形来到了空间国 从上空来俯视整个平面国 于是他兴奋地发现了除了长和宽的维度之外 还有高这个维度 就仿佛被开了光一样 之后他向球体询问 四维世界又是什么样子了呢 可是球体却斥责他在胡言乱语 一气之下把他扔回了平面国中 有了这一次奇妙的冒险之后 正方形迫不及待地想要通过自己的经历 来向大家讲述空间国的概念 最终呢 却被委员会以散播谣言为罪名 逮捕和监禁了 以上呢 就是这整本书的大致内容了 我读完之后 第一反应就是 哇 这本书的脑洞可以啊 后来知道这本书呢 是1884年写的 就觉得更了不起了 作者可以用一些几何图形 来构建出不同维度的国家 并且这些制度还讽刺了 维多利亚时期严格的阶级制度 在2007年呢 这本书也推出了电影版 我把它的链接顶制在了下方的评论区 如果没有时间看书的小伙伴 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视频 好了 那以上就是这一期读书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记得给我一键三连哦 那我们就下期见吧 拜拜